目前我们俩不止分房睡这么简单了 甚至可以说是分居 素颜跟你们见个面 其实化妆的时候肯定是最美的 但是我还是喜欢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呈现给大家 都说做自媒体要有点正能量 不要每天发发离婚的事 感觉全头条都在离婚 夫妻都在吵架 但是往往谁家锅底都是有灰的 其实撇开这一切来说 谁的生活又不是一地鸡毛呢 有人他悲伤了 他不敢说出来 怕别人笑话他 有人夫妻吵架了 不敢说 憋在心里 父母甚至也不知道 因为他怕别人嘲笑他过得不好 人间非乐土 各有各的苦 凡事呢 做好自己就好了 世界本就不完美 要学会理解跟接受 多多呢 降低期望值 多要求自己 不要去强求别人 那些在评论区里面 说我的 你们自己又如何 生活各自不易 个人所求不同 所在立场也不同 别在别人心中呢 修行自己 也别在自己心中呢 强求别人 做好自己 我的事情呢 怎么说呢 看看就好了 你就当我吐吐槽就OK了 跟小王已经11天没有见面了 现在是晚上9点20分 两个孩子已经洗完澡了 我妈正在打孩子 这就是生活的 这就是生活 知道吗 不是每个人都会那么温柔了 这就是你们眼里可爱的妈妈 她也是有凶的一面 有温柔的一面 对啊 是吧 所以呢 在婚姻当中呢 有喜有乐 我今天跟你这么恩爱 你说我秀恩爱 我今天跟你吵架 你说我天天吵架 天天离婚 不能过日子的 人 所以你说人难不难 难 难吗 不难 跟爸爸这么长时间没见面 你想不想爸爸呀 想 第一想的是甜甜 甜甜是第一个说想爸爸的 因为我爸爸 所以你是爸爸的小棉袄 不是 弟弟到昨天第十天才说 哎呀爸爸我都想你了 因为爸爸要给我买 买了一个围棋 他要是不给你买围棋 你就不想他了吧 他给我买 我老公他照顾孩子 还是像甜甜每天接送啊 各种 两个孩子接送都是他来 前两天跟我联系 说在那边就是最近忙 七天里面都喝了五天的酒 然后怎么样怎样的 也没有很明确说 他那天说的话 估计他自己说什么 他都忘记了吗 我有时候也特别生气 他的不好 他的无所谓 他的不耐烦 但是有时候想起他的好 我又忘记了 什么伤疤忘了疼啊 好了伤疤忘了疼 对对对 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是那样的人吗 对 那你不觉得我这样挺好的吗 好个屁 又不记仇 好个屁啊 给我剥了个橘子 不是小棉袄 我的 小天心 小天心 不叫 女孩子叫小棉袄 男孩子叫什么 叫外套 哈哈哈哈 男孩子叫外套了 谢谢贤轩 这请 请一个 对呀 孩子健康快乐 不比天天看的那个老公香吗 哈哈哈哈 洗完澡挑个面膜用吧 还是用这个老款吧 涂抹的面膜效果比较好 最近被小王气得觉都睡不好 用一下这个吧 用这种鱼子酱的紧致一下 用完了 再用这个复活草 深层补水抗氧化一下 最喜欢洗完澡 脸上的皮肤白泥透红 不管怎样 无论如何 都要对自己好一点 不然炒个价了 把自己炒成黄脸薄了 对自己也不好 是不是 抗刷一下 提拉紧致 这面膜的功夫呢 给我儿子洗了个澡 给大家打个招呼 奶奶 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 20分钟后这个就可以洗掉了 所以我的脸上是没有 岁月的痕迹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娃福萱 李大美是谁呀 娃娃你呀 我是你的谁呀 我 你的妈妈 我是你的妈妈 我是你的妈妈 你的妈妈 我是你的 我是你的阿姨 对 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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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涂一下这个 复活草 每次用完这个脸啊 水水嫩嫩好几天 化妆也不河粉 哎呀 对关于我们这种喜欢臭眉 又没有时间了 真的很适合给我们面膜 贴着面膜没办法干活啊 毕竟不是什么实质不沾羊 春水的人 想要臭眉 又要带孩子 只能智取 用一些比较方便的方式啊 就比如这样子 脖子又在床上光催着我了 干嘛 你自己不躺着 你非要妈妈跟你躺着 妈妈洗脸面了刚刚 你不喜欢妈妈 漂漂亮亮的吗 是不是 你喜欢 你喜欢 干嘛 我喜欢你 过来陪我睡觉 你爸爸要是有你这么贴心都好了 爸爸都没有你这么温柔 面膜已经敷好了 孩子也睡着了 去客厅找我妈妈 老妈 晚上想喝酒吗 不想喝酒 连续喝了几天都不喝了吗 为什么 胖死了 我点一点外面咱们小酌一杯吗 活得太真实 难免身心疲惫 需要每天的微醺 睡觉才能更踏实 其实我们也不是喜欢喝酒 真的 喝一点不会胖吗 你喝一点微醺睡觉好睡吗 我觉得成年人 结束一天最好的方式 就是微醺 我跟小王是什么情况 目前 我们俩不止分房睡这么简单了 甚至可以说是分居 我为什么想着分居 我为什么想着分居 现在我们已经分开11天 明天就12天了 先分居个半个月 让他体验一下 这半个月没有老婆 没有孩子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是否一个人能过得更好 人呢 往往是在孤独的时候 才能想起什么东西最重要 我想让他们好好反省自己 我顺便也反省一下 大家都各自冷静一下 小事情呢 可以小到 你上厕所不冲 老喜欢把烟头 弹在洗脸盆里面 又喜欢把抽烟后的烟头 直接扔进马桶里面 于是呢 我一天要说好几次马桶 生活就是这些很小的鸡毛小事情 就真的很不起眼 可能在你们眼里这不算什么 但是慢慢的这些细节呢 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人往往都会爆发 爱情这个东西是多样化的 什么样的人最合适呢 就好像小麦和豆芽 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但是最后他们走在了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小麦它变成了油条 黄豆变成了豆浆 于是呢 他们成了绝配 感情意是如此啊 天底下呢 没有天生一对的人 都是经过不断的 互相包容 互相迁就 成就了彼此 反正希望两个人嘛 取长补短 能共度余生 给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也希望能拥有 我自己想要的感情 这小王不在日子也很开心 这十几天里面 这个屋子就是看上去 有点空空荡荡的 难免还是会有点想他哈 就是想他才要想喝酒 要不你都不会不想 想他跟想喝酒什么关系 我觉得喝一点酒 睡觉是比较舒服的 非要说破干什么 空空荡荡的房间 清新的味道 安安静静的家里 还好就是有我妈妈在 如果是我妈不在的话 我一个人带着两孩子 睡在这个房间 我害怕 我会把全屋灯都开了 然后开到天亮 这期跟你们分享到这了 自己的家还怕什么呀 拜拜